上一集我們說到 魯爾招呼我們吃一頓飯 然後又叫我們去一個大茶館喝茶 但是魯爾他自己沒空 接著就要走 魯爾臨走的時候留了一些錢給我 說給我們當勞費 我當然沒有拒絕 因為在家靠父母出門就靠朋友 我們三個人如果真的沒錢的話 接下來的生活就會很麻煩 我和魯爾兩兄弟自然不用多說話 在大茶館出來之後 我們坐上了前往刀光演的車 然後按著紙條上面的地址 就去尋找這幅雲觀 那地方並不好走 就算是當地人知道的也不多 我們一路找兜兜轉轉 多大半天 終於在傍晚的時候 才來到這個位於南山腳下的渡冠之前 仔細地看了一下 發現這個渡冠建築年限至少有上百年 本身就有點搖搖欲墜 估計在這十幾年前也遭受過另外一次的衝擊 連個大門口那塊門板都被人射了下來 走進那渡冠那裡更加四面荒涼 雜草重生 電宇裡還供奉著三清祖師的神像 不過門槍就破敗 一副很慘淡的景象 徐淡定輕身而出 四面地查察著 回來告訴我 師兄 你那個雅巴兄弟是不是點你呢? 這個渡冠好像是荒涼了很久了 哪裡有什麼青城山的人呢? 我都有點疑惑 這個渡冠這麼荒涼 既沒有渡士更加就不會有所謂的冠主 這樣的話 我們怎麼找青城山的渡門呢? 一時之間我就毫無頭緒 而小顏就出聲安慰著我說了 大師兄啊 你先不要急 想教真人 既然將這件事這麼鄭重地交代給你 自然就要有些周折的 這樣都無妨的 就算找不到福雲罐裡面的人 我們可以直接上青城山 叩見他的山門 你是我們茅山的大師兄 他們無可能避而不見 所以你不用擔心 小顏說這番說話 令到我沉了來的心 也變得寬慰了一點點 想起奴義這個兄弟 肯定不會拿地址來騙我 這裡肯定有什麼QK 要是我們根本上沒有找對地方 在事情沒有查清楚之前 我也沒有必要下定論 我想起來的路上面附近有幾家的龍戶 這個道貫到底有沒有人 還是有其他情況呢 我去那邊一打聽 說不定會有答案呢 我這樣想完之後 也沒有再理這個廢舊的軟落 而又走回頭 向著前面一大片的田地那裡停下來 看見路旁邊有個年輕人 正在押在他的屁股 在那裡撈屎 只見他一副很痛苦的表情 兩隻眼快要凸出來 嘩 見到他鼓得真是辛苦 當我們走到面前的時候 他終於露出了一種余式重複的表情 連放幾個響屁 然後向著後面大聲叫 王翠 王翠 過來 這樣一叫 左邊一壺人家那裡 立刻飄出一隻大黃狗 接著來到屁股的屁股後面 那個年輕人就抬起屁股 而那隻黃狗伸出的舌頭 不斷幫他舔 這種情景 看到小顏師妹都不敢再看下去 而我就上前詢問著他 嘩 弟弟 你們家大人在嗎 天色近晚 這裡沒有什麼燈光 也算比較荒涼 那個年輕人見到我們三個人圍著上來 也沒有害羞 等那隻大黃狗幫他舔完 搞乾淨了 他才不斷起身 對著我們說 你們是誰 這個年輕人是我見過鄉下的年輕人最不一樣的 既不怕生又夠大膽 我見他這麼有趣 我就上前挑逗他了 小弟弟 嘩 我見你的模樣這麼帥 天庭飽滿 地格荒軟 將來一定是個不凡之人 不知你專性大明呢 那個年輕人被我哄得開心得不得了 跟著鄭仲奇士說 我姓李 叫做騰飛 好名 真是好名 我豎起的大拇指不停誇讚 然後指著夜幕當中的道貫 尋聲地說 我是那家道貫貫主的故人之後 我不願萬利地過來拜訪 結果來到之後 發現根本沒有人在這裡生活 所以想請你家裡的大人了解情況 那個小朋友揮揮手 跟著跟我說 我們這個地方窮到連飯都沒得吃 哪會有人做道士的 叔叔 你不要開玩笑 我見他年紀不大 可能知道的東西不多 於是我再次詢問他 你家裡的大人在嗎 我有點事想麻煩一下他們 這個小朋友人世鬼大 斜斜地看出我的眼 很不耐煩地說 我小朋友也不會騙人的 你信就信 不信就算 我家裡的大人不在 你找誰都沒用的 他說完說話之後 帶著那隻清理乾淨地下 那屋子的大王狗 就回到院裡 門一關 整個院裡就空擋擋 跟著就直正無聲 就好像根本沒有人存在過一樣 我什麼時候見過這麼囂張的小孩 我真的被他激到我眼都凸了 我過了很久才回過神理 隨淡定一臉屈悶地跟我說 大聲 我在山裡大的 我不懂得情況 什麼山外的小孩就是這樣 我沒有回答他 而是意味深常地看著前面幾家龍戶 而小顏師妹就出聲 怎麼可能呢 外面世界哪有這麼囂張的小孩 三個人交換了下意見 都感覺到這個道貫附近的農家 實在是有點古怪 我仔細地回憶著 剛才這個小孩的說話 他有說過這樣一句說話 窮到都沒有飯吃 對了 道士都要吃飯、飲水、拖屎 要不然他根本沒辦法生存下去 沒有吃飯 但是有田耕 想你這個道貫應該就在附近 我看了隨淡定一眼 他立刻心領神會 走到旁邊 在一個很平滑的岩石上面 打起助理 接著口中念念有詞 幾分鐘之後 在他身上飄浮了一個透明的人影 接著靜悄悄地向前面走出去 如果不懂這些技術的人 見到這樣的景象 一定很驚訝 這種叫做原神分離術 不過我知道 這個是茅山養鬼術當中 替身鬼靈之一 算是一種高級的法門 這個替身鬼靈 從隨淡定的後面慢慢飄浮而出 接著就越過了院長和尼巴 在陰影當中慢慢向前走 而我身邊的隨淡定 就開口說話了 東邊院裡有兩個人 剛剛那個叫李騰飛的好串的年輕 還有另一個人 還有另一個好像 好像是他老爸 或者是他爺 介紹完這些 隨淡定 嘗試叫這隻替身鬼再靠近一點 接著又說了 那個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好像跟他老爸 說起我們的事 嘩!怎麼這麼說我們 這個年輕人 究竟說我們 是甚麼葡哥會派來的臥底 嘩!我們一定是想通過福雲觀 進青城山下 我真是可惡 說甚麼呀 他那個老爸 都不是甚麼好人 怎麼教小孩的 還說他說得不錯 隨淡定通過那個替身鬼靈 將旁邊的情況 和我們做一個現場直播 通過兩個人的對話 我知道這裡有幾家人 或者說就得一家人 應該就是跟青城山有點疼 只不過他們好像在戒備甚麼 所以對我們很警惕 但是還未等隨淡定再說其他話 突然間他臉色一變 猛然睜大眼 雙手亂揮舞 舞動了幾下之後 一口鮮血就噴了出來 冷聲地跟著說 不得了 中了人家的奸計 我的替身鬼靈被抓住了 這句說話一出 我們即時一陣大驚 要知道這個替身鬼靈雖然不是三魂的分身 但是因為練制的方法比較特殊 所以一旦被人消滅的話 只怕隨淡定的功力就會大減 他這次一中招 我就知道我們自己這種伎倆就被人揭穿 這件事我們本身理虧 去偷聽別人說話 不過對方出手把這個替身鬼靈 超度或者煉化 這樣我們之間就會留下牙齒印 我想了想 沒有再猶豫 接著就去到那個龍湖的小院之前 攻身行禮說了 這位前輩 得搖人柱且搖人 這次確實是我們不對 請高抬貴手 我跟著說完之後 院裡一點聲線都沒有 這樣也令我有點意外 我再想說些什麼 結果聽到隨淡定 突然尖聲地叫 大師兄 快點叫他們停手 不…不要將我們的鬼靈消滅 這句說話說出來 我心頭一跳 沒想到對方連解釋的機會都不給我 直接就落死手 真是一些迴旋如地都不給? 這樣未免太剛僻自用了吧 我當然不會看著那隻鬼靈 就這樣被他們弄死 所以隨淡定一出聲 我立即一個戰步衝上去 翻身跳過了低矮的院場 向著兩個人所說的住所那裡衝過去 剛剛到了門口 我一聲招呼 結果仍然沒有回應 於是我又大叫了一聲 得罪吧 說完這聲之後 我一腳踢開了那個木門 而就在我踢開這個木門的瞬間 木門趙然之間打開了 一個留著兩側很濃烈胡鬆的老人家衝了出來 向我的腳不斷鬆 我本來打算踢開這堂門的 結果被人發現出來 我下意識地把我敬力散去 打算指著他去勢 誰知對方不罷不憂 握著我腳尖 就握著胸口 就是向我打個拳過來 這個人的拳風很猛烈 用的是奈家權的套路 隱約之間還有一些風雷之聲 真的打算落死手打傷我? 我不敢有點生氣了 想到這次偷窺他們 確實我們是有錯 但是你現在連機會都不讓我解釋一下 上來就落死手打死我? 這樣未免有點太過分了吧? 於是我也暗暗地運起我的雷耳 然後搶牆地吐一口氣 口裡一陣大喝 雷法正索天地為光 一聲喝完之後 兩個人的拳不斷撞在一起 我感覺到一股很狂暴的巨力奔襲而來 我腳底下站不穩 一個兩槍之後 那個人的半邊肩頭也都瞬間變成了黑炭一樣 衣服的死衣蛇全部都碎了 咚咚一聲 好了 這樣這一聲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我們下集再說